哈嘍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黃標時間北武 所有二戰的小故事都會匯集到這本黃標小書 今天不是要介紹在辛德勒手裡的救人藥單 而是德國人手上他們想要除掉的通緝藥飯 這是我在做上一集A圖時所查到的資料 剛好可以延伸變成另一集 長得像英倫黑幫的塞夫頓德莫爾 夏里雙方是澳洲來的 但出生於1904年的德意志帝國會說流利的德語 聽起來超帥 如果你可以這樣自我介紹 與恩斯特、羅姆為好友 所以在1931年甚至還有靠關係 和阿希本尊有來上一段訪問 暫時眼看一觸即發 他則是選擇向英國靠攏 而戰期間與英國政府內衷施 詞毀納粹政權的宣傳工作 像是會廣播給前線德軍士兵 你老家的女友正在和其他男人上床之類的 他的Podcast有名都要直接登陸在我們今天的主角 黑名單上 有趣的是戰後以上節目工作內容 都被德爾默調成非公開 他不希望讓第三帝國牽托說 我們是因為被這種心理戰險遭干擾 而不是實際戰場上會補成軍 有些前納粹官員的確有類似的言論出現 可能是做賊心虛的回擊 都被德爾默歸類為黑色回力鏢 其實想想蠻可悲的一名廣播員 竟然都能被納粹混得牙癢癢的 我不喜歡誰 喜歡誰 還偷偷寫成小書啊 感覺是不是有誰人在做的事 可能和我看酸民留言一樣 抹黑宣傳裡面真的有幾分事實 才會讓阿希走心吧 原先不該讓你看到的 特殊調查名單英國版 現在解謎出爐 1940年由黨會軍所製作的 入侵英國之必抓黑名單 現在西方世界普遍稱它為 那本19公分長的黑書 德國人嚴謹的病態名單 最早在入侵波蘭之際就開始計劃 有61000名上榜的波蘭版特別通緝書 裡面會詳細寫下誰要被抓 因爲什麼罪名和最後要怎麼被處置 其實戰士擴大還有蘇聯 西部包含比利時法國 和今天的主角英國各種系列 誰比較不幸會被列入這許願清單 都是由海德里希底下的國家安全部去蒐集情報 英國版從1940年6月底 還是計劃前三個月即開始擬定 也有2820位 包含英國和歐洲流亡海外政權的高官 算是登陸之際特別行動分隊 受要先作拿的對象 他們的任務是大規模執行抓捕 屠殺和搜索的行星隊 不算正規部隊 但會跟在國防軍後面 拿符合標準的平民開刀 1941年至1945年 統計就有200萬人慘遭他們毒害 其中不意外地有130萬為猶太民族 在海獅計劃中 這星星隊就有要派出六支 黑名單中的每位人民後面 還會有英文縮寫 來代指說這些犯人 有哪些是要歸蓋世太保 而有哪些是要歸外國情報單位 這份清單有完整的被收入在 像是你要去英國旅遊的宣傳冊中 進攻部隊可以攜帶的百科全書 佔領英國前十大要準備的事 感覺是成品一樓的新書會這樣下著標題 內涵七張以前地理課本會有的測繪圖 噴跨整個不列顛群島 第174張空拍圖或雜誌報紙截圖 來和你好好介紹這將入侵的國家 上面沒有安排景點行程 反倒是寫說哪個時段可以偷東西 和哪些地段會有反納粹傾向不要單獨去 像是英國共濟會、英國國教、公立學校、童子軍 等比較愛國的四百多個組織都有被詳細列出 1940年9月17號 黨衛軍女領袖弗朗茲希克斯 這位就姓六的男人 預定要在對岸淪陷後 被派出到倫敦來作證指揮 抓捕和拿愛國祖師開刀的行動 不過如我們上次介紹的 也是在同一天阿希延宕了此次的英國之旅 英國空戰失利後 隨著巴巴羅薩的行動開啟 橫跨海峽之夢越飄越遠 六哥事後將這個武器 發洩在東線站上留了一卡車的罪孽 最後在牛倫堡審判中吃了20年的牢獄 但其實由於罪症不足或因為他太小咖的原因 17度間服刑到頭來只有7年又5個月 為他底下謀殺了200名受害者 平均每位才做了13.5天的牢而已 海德里希的艾圖之後納粹外交情報單位的負責人 瓦爾特·施倫堡表示 在1940年6月底我被指示去準備製作一本小手冊 TA是奮發給登陸部隊看的 裡面會有英國政治、行政、經濟等機構的概述 和那邊有哪些頭號人物 它是未來蓋世太保英國分部的總督場 基地設在博明函 前面和你介紹的400多間要抄家的組織 翻到後面附路 嘿嘿就有104頁照著英文字母排列的頭號目標 姓名旁會寫著你的出生年月日 最後出現在第三帝國的地點 後面還明確寫出你在英國的住址 你要想那是在沒有Google地圖的年代 所以是一個蠻大的普查工程 他們要狂看好幾份報紙、抽絲剝繭、抽查某某某逃離歐洲後 是不是去英國的海關護照記錄等等 後來學者有嚇到說 其實他們這樣拼湊出來的資料庫還算蠻準確的 大部分的入圍者除了邱吉爾大大之外 都是要交給蓋世太保處置 是的連英國首相都被編入成冊 應該也算是另類的殊榮吧 如果大家仔細看名單 真的是什麼人都有 比較合理的是政商名流類別 像是愛德華貝奈斯、流亡中的捷克總統 法國海外政府的大公機戴高樂 明顯也是眼中釘嘛 勞工黨、保重黨等 民情有反納粹親向的議員們 工商界代表也有馬克思、艾特肯、男爵 是英國20世紀上半夜媒體夜和政界的巨擘 他和張伯倫與邱哥關係都很好 在1940年5月被清點為飛機生產部長 喔對了剛剛提到的白指揮揮首相 阿希完全不給面子也把你加入名單 不過我們的張伯倫爺爺呢 在1940年11月就有先行離世了 前德國海軍情報官 弗朗茲、馮林特倫自己人也上榜喔 他在驛戰時期在美國當間諜 於1920年代到了英國定居 維基百科上說那時他已經收山不幹了 感覺是諜報片會有的老套劇情 什麼我已經收手不幹了 但老上司還是會用人脈把我拉回來幹最後一票 怕在佔領後有人偷搞小圈圈意外有許多前特務入榜 康拉的歐布萊恩·弗蘭奇可謂戰人版007 與詹姆斯·龐德小說系列的創辦人 伊安·弗蘭明為好友 長得帥有格調人脈廣愛冒險 在1921年還要帶領探險隊成功登頂喜馬拉雅3 如果他在現在的交流軟體上面 肯定是會吃手可熱的傢伙 他還可以特別在自我介紹上面打說 看我約會就有可能一起出現在阿西的黑名單喔 在一戰時隸屬於皇家愛爾蘭忌兵隊 加入MI6之後由於會說而語 於是原先要往東派駐混入紅軍部隊 後來發現威脅更偏西方點 於是輾轉到了奧地利 白天假扮成商人 晚上則是編號Z3的探員 負責地下間諜網絡 他見識過歷史上所稱的德奧合併 在反抗回倫敦總部時曝了光 但還是在短時間內 通知了附近住戶納粹要來訪的消息 最後有成功逃出國界 要找通風暴興的帥氣爪爬子復仇 所以這也恐怕是納粹把他列入黑名單的原因 他的上級弗蘭克弗利也是榜上有名 除了因為是MI6軍情處長的身份很敏感外 他自己的那份救命清單可謂新德勒英國版 在第三帝國臥底的角色 是英國駐柏林大使館的護照檢察官 運用指揮執便在隨時可能被逮捕的情況下 他給了數千名猶太家族許多方便的非法簽證 到英國和巴勒斯坦 甚至大老遠把牢房內的猶太人救出來 安置在家裡為他辦假呼叫 很幸運的是這一切都是在大戰前發生的事 所以被摳回國後 弗蘭克明顯就成為納粹想要引渡回來聊天的重要人士 這份黑名單內真的有超多雙面人 一戰英國斜槓比利時的女特務馬勒克諾考特 第一個大戰初期他的家園被毀 但依舊在德國也在醫院內發揮所長 甚至還有貨班鐵十字勳章 會說流利的法語、英語和德語被作特務的鄰居看中 於是找他入伍 兩年的時間克諾考特改名羅拉 在醫院與家裡開的咖啡館內匯集情報給盟軍 破壞德軍牧師見諜的電話線 設計家英軍要空襲的情報 讓德皇威廉二世不得來訪等等 所以扯得一次有一名德國防客奧圖 希望他來幫助敵對監視英軍 起初因為想說可以挖到更多情報就答應了 但後期因為當雙面間諜時代過於辛苦 於是我們的羅拉便開始安排刺殺那名防客的計劃 再一次安裝炸彈在彈藥庫的行動中被打個正著 也先要被抓去槍斃 但先前提到的鐵十字聖光 使他被剪刑成終身監禁 聽起來真的是很傳奇的一聲 他在戰後就致力於寫疊報小說 自傳的前夜甚至還有秋哥幫忙寫序 阿希主張男女平等 所以在這榜單上女性是蠻常見的 再來是與戰爭八竿子打不著的重要人士 像是童軍運動創始者羅伯特貝登堡領袖 他在1937年已退休 並於1941年在肯亞過世 人家真的招誰惹誰了 不過在阿希眼裡 童軍就是一個可以被動員的間諜組織 世界摩托車錦標賽的兩次冠軍 Torges Anderson 他也是首位在歐洲大陸上 單純的靠起autobi來賺錢的男人 可能是紀錄他的才華 所以要抓起來到B&W車廠省問省問 知識份子阿刀斯赫敘里 入圍舊斯洛貝爾文選角 但是不好意思的 人家在1937年就已經簽紙去洛杉磯定居了 想抓也抓不到 油點油的人物也會被一起趁熱度擠進來 這邊當然就不分青紅皂白、政界、商人、新冠界、娛樂圈、巨頭各種抓 促成曼哈頓計畫轉動的利奧希拉德、阿因斯坦都早已逃亡美國 我們熟知的心理學家弗洛伊德 原先在維也納工作一開始有點猶豫不絕 但後來還是到了英國定居 他也算是比較離奇的人選 可能是因為資訊傳達不方便吧 他老人家早在1939年戰事開打前三週就有試試了 維克、奧利弗、奧地利出身的廣播戲劇演員 不只由於他的出身背景 同時更是邱哥女兒之丈夫而被看中 八卦一點來聊聽說他們兩個常鬧不合 有一次晚宴上奧利弗問邱吉爾你最要目誰 邱哥回答莫死無理你 因為他避了他女婿這一場真的是名智之舉 有這樣的岳父大人還真是辛苦 他們小兩口的婚姻從1936年走起 與1945年級宣告的終結比二戰長一點 以上我們可能舉不到20位吧 但大家還記得嗎 那份名單是有2000多位的可憐寵 想像剛剛的介紹再多100倍的 產經政商界名人要被收入 聽下來會發現除了情報單位之外 幾乎沒有軍事組織被列在裡面 反倒是把所有說過我壞話的人給通通抓起來 根本是Oh shit 根本是阿希敦馬桶時的小心眼清單 真的是越看越想笑 從藝術史學家到音樂家 從政治思想家到科學家 這些德國人的損失全部都轉成了英國反阿翠的養分 嗯嗯嗯 如同紐西蘭恩卡通話師大衛囉 在得知自己有幸上榜後挖苦的說 沒關係他們也都在我的榜單上 原先就自己內部列一下的清單應該沒有想到要被公諸於世 有計畫出版兩萬多本的印刷廠房 在盟軍地毯式洗禮下被完全銷毀 搞了半天只有兩本可以存活的只大場後 一本在主角國UK的戰爭博物館內 而另一本則是遠渡沖洋在美國的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 然後要注意的是現在能公開看的大多是後世翻譯版 我記得在博物館內展出的也是印刷的復刻品 所以也一直很多翻譯文獻和真的母語筆跡意思上會有誤差 根據英國衛報的報導 名單是在納粹國家安全局柏林總部內的沙發後方被詢獲的 裡面有很多人民已經過世或根本不住在英國 而且據說原稿錯字和文法勿用蠻多的 所以後來實學家推顧這通緝名單的生成 和某渡海計劃一樣倉促準備不周 這大概就是對於阿西黑名單的簡單介紹 美國政府最常打壞新人 日本則是會有怪獸和景深陰難破壞城市 有關於納粹如果成功渡海的歷史架空故事也從不缺席 像是遊戲德軍總部新秩序 我記得是在第14章我們的BJ大大就有到倫敦 原先街頭向戰反抗運動不斷 把城市移平後 象徵科技進步和太空發展的羅蒂卡取而代之 那關的BOSS是倫敦制裁者假蟲獸的東東 我想說的是儘管背景設定超級虛構 但如果增加黑名單夜數在遊戲地圖內 當玩家可蒐集的支線故事 或某些機器人首位會不斷喊出上述介紹這些人的德文姓名 應該會更增添史詩感 一齣沒有名的BBC自製電視劇SSGB 由1978年的同賓小說改編 時間背景的設定是1941年 在描寫一名重案組警探 在納粹佔領下的英國闖蕩之故事 我自己只看過預告片 應該也沒有想要去追 目前只有一季蠻低成本的 網路上還有流傳配音演員根本對不上嘴型的片段 但是背景設定的確是和今天的故事有點關係 一名黨外軍底下的福爾摩斯 要去獵殺這些黑名單的人 但意外 和女特魯產生情愫 劇本夠好的話可以讓觀眾卡在道德模糊的灰色地帶 英國對於劇組拍攝我記得是蠻友善的 白金和公用CGI加上敏感符號 很多象徵英國風的雕塑都要被key掉 因為導演想說真的阿希佔領下來的話 應該很多象徵性的建築物都要say goodbye 製作團隊有拉針的噴火式進城來當戰利品 扮演德軍士兵的靈眼 在休息時要蓋上斗篷 不然實在有點太敏感 不過很多倫敦路人還是很好奇 想說是在拍哪一部超級英雄電影 大家有看過這齣戲嗎 或是有沒有推薦的二戰英國架空歷史劇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我不一定都會回覆 但前個禮拜的留言我真的都會看 感謝大家看到最後 這個是有關於英國 被英國被入侵之後德國要抓的黑名單 然後我們來回覆上一集A圖的留言好不好 非常精彩的部分 我的好朋友XXY來這邊跟大家一起來回覆 他臨時被抓過來 我已經挑了Top10 我自己看了覺得最讓我挑起信譽 我不知道 為什麼最挑起信譽 我最後都會有一個Top10 然後什麼樣什麼樣的留言 反正我就選了10個 我自己看了順眼的 沒有一個標準 通常是要有啊 但是我 第一個我選的是CYC 他說好奇這部影片的女性觀眾比例 我也蠻好奇啊 你的東西其實蠻硬的 所以我也蠻好奇你的頻道 或是你的影片 這個影片是男性是97.5% 女性2.5% 好回答你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Sunny先生 來證明一下這個頻道真的有女性觀眾 常常看你的影片 不知不覺也用阿希來叫希特勒 每次和朋友分享一些相關的迷因 都不自覺的講欸 你看這個阿希幹的超好笑 然後你怎麼會跟朋友分享這種 只有的觀眾 然後朋友會用你在公三小的眼神 對啊大家會用你在公三小的眼神 如果你講二戰的東西 你不用講阿希 絕對會 對啊 絕對會 而且他現在是這個代表2.5%的觀眾 感謝你的支持 感謝 我故意選你的留言 就是代表說 他真的是女性觀眾 我們真的有女生 而且你能想像一個女生嘴巴裡面 然後講阿希 我可以想像有些女生會喜歡二戰 我們不要性別其實 不是不是我是說阿希啦 就是我沒有 嚴重的 靠你不要亂講 不管男生女生講阿希 都會覺得 幹你在講誰 然後再來是葉先生 葉天聖先生說 這些我剛好都不喜歡 熟熟 有時候我遇到這種留言 我其實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他有點開玩笑 就是這些女生 我裡面放的一些A圖的女生 有可能都打馬賽克 或者是其他那些畫風 跟現在的 我們看的那些日本動漫A圖 比起來還正常 對 我覺得他應該是指這個 是這樣子嗎 不然呢 你為什麼要這樣隨便彩測人家 不然他指的是你覺得是什麼 因為他說 剛好我都不喜歡 意思就是說 他有很多喜歡的東西 然後但是你挑的東西 都非常的像 對不對 剛好都戳到他不喜歡的東西 你喜歡BDSM 我了解 OK 7-10-10 追Math的影片有三年了 這是第一次留言喔 認真覺得你真的講的深入人心 常常被你影片亂錄的梗啊 就是影片搞到噴笑 我選他的原因 基本上是來助長我自己的ego 助長我自己的這個 所以你想要增加自己的信心 對 增加自己的成就感 可以啦可以啦 沒有啦重點是他看了三年 然後第一次留言 我覺得是蠻酷的 你還記得你三年前 大概是什麼 這樣的訂閱狀態 然後什麼樣的創作的時候 三年前應該還沒十萬 你還沒畢業吧 對我還沒畢業 三年前還沒畢業 有可能還在畢展 我們放一張 我跟妳畢展的畫面 好好對 我記得我還有那張圖片 我覺得他頭貼很醜 哈哈哈哈 綠色棒所有東西 我就選他 他說洗澡時習慣放著一部影片編聽了 但我今天決定好好看完 這部影片在洗澡 我們都知道他看影片的時候在幹嘛 所以才要洗澡 我們可以理解 這樣這個是什麼東西 發戲啊 不然你就覺得是什麼 加油嗎 加油 噴射 你記好看 何先生啊 何秉瑞先生 前陣子阿公過世翻到一本裸女筆記本 果然是男人啊 覺得這很酷 我竟然翻到祝福 你有翻過長輩的一些比較私密的東西嗎 我有翻過但是沒有到A圖 我有翻過就是我的長輩的雜誌 五六年代 對 而且是六年代七年代那種是Playboy 而且是可以很明顯看出來是國外買回來的 然後因為我長輩有些人可能就是因為跑船航海的關係 他們有機會接觸到這種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就是當時的那種生美關係是蠻奇特的 我蠻喜歡的耶 我喜歡復古啊 然後他們那些不經意的露點或是不經意的 我覺得很性感耶 而且我覺得就是我看到的時候在看到現在的一些比如說H&M啊或是男性雜誌 就會覺得就是我覺得他們的職值真的很好耶 然後我在翻的時候過程就是還有兩頁是黏在一起的 喔 好再來這個我留了一個比較長的 因為還有一個故事喔 蘇先生說以前有真的聽說過阿希的緋聞啊 比如說他這對喜歡在廚房裡面做 WTF 或是他的伴侶呢跟他要求很變態之類的一些事情 如今想來呢 可證實的Buy1可以讓我們後人可以看到另外一面 即便是已經成為這種傳說的古人們啦 也有血有肉的部份啦 多說幾句呢 之前在幫忙整理長輩遺物時又是你模一樣 還真的翻出了大概超過60年的黑白裸體照片 為我那個長輩的年少輕狂留下了一點紀念 我覺得這些長輩為什麼會留這種東西 對啊 我現在講一個比較極端就是說 如果有一天有人幫我們真的在整理遺物 你覺得他們會翻出我們什麼東西嗎 我覺得我們會刪掉電腦歷史記錄 不是就是我 好我就是 就是我自己要看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不會去把他宰下來看 你那個年代 他們那個年代就是 好不容易 一張圖片就是 我跟我自保 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現在當然就是那麼氾濫 網路上面影片的免費的 那麼多 我們根本沒有必要留在自己的電腦 PD3MND 他說身為本頻道稀有的女性觀眾 我又故意留了一個女性的 他說強烈要求淑女版要來一片 為了學術研究 其實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為什麼看就是講那種色情的東西的時候 男生要叫紳士 我知道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也不知道 如果女生的話 女生好像就不會叫淑女了 痴女 我覺得要擁抱這一切 不要當作是 當作常態的話 你就不會覺得那麼年少輕狂 他擦擦他每次都是他這樣 房間裡面都貼滿 裸女的 我沒有 我就覺得不舒服啊 但是我也不能說什麼 因為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我還蠻好奇就是 女生看的A片 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記得日本他們有專門拍那種 女性觀眾為主的A片 是比較唯美 然後比較講求這種前戲跟男女之間的 這種 有一點三角戀 專門給女生看的 那兩個男生帥哥都要追我 我能夠理解就是有這種A片存在 可是當我實際去看的時候 我怎麼會分辨出 這個A片是給男生看 這個A片是給女生看 男優很帥那就是給女生 你不能這樣講啊 你給男生看 男生都超醜 吃漢樣都醜到爆 你說吃男樣 對啊 你當你實際上看到那個內容的時候 要怎麼樣分辨說 是給男生還是給女生 那就看男生覺得 就醜的就不是給女生了 OK 我覺得用男生來分辨 大家可以在下面不服來辨 何止 好像不要直接紅標了吧 因為我們這個影片 對我剛才我選這個留言 就是想講說 是有紅標這個東西 紅標就直接有版權的問題啊 會直接 甚至頻道會寄給你警告 然後三個警告 就散陣出局 你頻道就拜拜 然後我這支影片 的確也是上傳很多種版本 就是各種馬賽克 各種秒數的縮短啊 反正要調整很多事情 YouTuber日常啊 對 侯陳鋒先生 不只在戰場上有裸女圖啊 台灣現在有的大規模 伐木業的那個時候呢 上面的公僚也會有啊 一年前我社團指導老師登山 去哈倫工作站時呢 就拍到了一些貼在木板上 只要任何一個地方啊 有男人就會 就是一群男生沒有女生的話 通常都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阿公也是 在金瓜石有當 礦工嗎 有當礦工 OK 我覺得他們那邊其實就有很多那種 不雅的照片 或者是那種Sex symbol 就是女性變成性幻想的對象 因為太無聊啦 對 真的 而且像你講一堆臭直男 你覺得現在戰爭還是有可能藉由射型來達到某種軍事上的效果 喔 我覺得會欸 怎麼說 給你珍藏聯繫 不是 給你一個月免費會員 那個南北韓的邊界 然後他們要丟那個少女時代的照片給他們 喔有有記得 然後他們就故意丟還不丟完 你要讓你收集全部的團體 然後組起來變成一張圖片 你只要當過兵 我覺得當兵的時候其實蠻有那種強烈的感覺 有一個叫做美工室 然後裡面都會有什麼紙啊 然後美工用品 然後彩色筆什麼的 然後裡面的牆壁上面全部都是色情塗鴉 就是每一梯一定都會有那種畫畫超級厲害的人 所以他每一梯都會有不同的人在上面畫裸擬 而且是那種超級擬真的那種鉛筆畫 素描畫 然後後來我們就發現就是有些人畫的比例很差 就比如說他的奶子超大啊 然後他那個身體又很長 我就說哇靠 這個人的比例 他的奶子可能會長在這裡 按喜歡 按訂閱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podcast叫做MODMX 如果想要聽我跟XXY去講幹的話 去搜尋一下好不好 還有一個Patreon的贊助平台 可以做抖內 上面會有我們將一直跳舞的GIF 今天他們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掰掰